距离心动的信号第七季收官已经过去了三个星期 但是有关嘉宾的讨论却始终没有停止 不仅高雅CP分手一世闹得沸沸扬扬 彭高 赵牧晨 孙乐言以及翁青雅等人 也因为节目圈粉无数而广受关注 即便是在节目结束后 随便一个偶遇也会被推上热搜 众所周知 心动期话题度创下新高 但是这一生也是节目史上最大 收官时成了五对CP普天同庆 但是后真正走到一起的确尽又两对 其中人气最高的高雅CP 更是为了流量成为合约情侣欺骗CP粉 最终瞒不过去才发文回应真实关系 其实两人压根没有在一起过 而随着高雅CP分手 心动期是二位素人路人员大洗牌 翁青雅被群潮人设崩塌 连带与其互动紧密的刘雨凡和米蝶也被拉下水 孙乐言口碑逆转 再加上与奥斯卡 软小咪 李定豪 汤姆奥 七七等人线下经常聚会 可谓是爱情 友情双丰收的最大赢家 都说路遥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 早在心动期节目录制时 十二位嘉宾就分成了两对 其中以送乐言 软小咪为首的701小屋和一翁青雅 刘雨凡为首的702小屋 这次送乐言迎来自己24岁生日 不仅奥斯卡 软小咪 七七 李定豪四人受邀 就连702的彭高也现身为其庆生 要知道 彭高在节目中因为翁青雅早早拒绝了孙乐言 事后也因为这层关系没有关注孙乐言 但是在官宣分手后 火速就回关了孙乐言 并且与其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互动 即奥斯卡 孙乐言 李定豪党六人 集体现身旁高工作地找他聚餐后 大家又举到一起为孙乐言庆生了 通过爆出的照片可以看到 当天孙乐言身穿粉色T恤 他的左右两边分别是男友奥斯卡 以及最好的朋友软小咪 随后便是李定豪 七七以及彭高 要知道 李定豪 七七以及软小咪 原本就非常活跃 七七更是经常和孙乐言四人约会 他们到场都是情理之中 但之前并不活跃的彭高 这次也到了现场 还特地剪了头发 整个人状态超级好 除此之外 没有到场的你与同 赵沐晨也在留言区表达了祝福 小巫是二人 只有两人没有任何反应 刘宇凡 你的始终沉默 而深陷舆论并与孙乐言关系微妙的 翁青雅做法题面 刘宇凡在节目录制时过生日 孙乐言特地送上了礼物 但是这次孙乐言轻生 刘宇凡却没有任何表示 遭到了网友炮轰 与刘宇凡一样的还有米蝶 米蝶作为翁青雅一对的 原本和其他人就没啥互动 奇怪的是你与同都留言了 天偏他没有 可见两人私下应该生疏得很 反观翁青雅 当天被网友偶遇穿戴近十万的服饰炸件 一袭蓝色衬衣搭配蓝色帽子独自遛狗 虽然他和孙乐言关系微妙 两方粉丝也恰得很厉害 但是他这次做法很体面 在留言区表示生日快乐 乐言 虽然人因为种种原因没趣 但是祝福送到 也算做足了表面的体面 最后 俗话说今日留一线 他日好相见 人与人相处少羡慕地性 会更加容易获得真心 爱情之外 友情也非常美好 希望心动七十二位素人之间的友谊 能够延续吧 孙乐言生日聚会 彭高参加孙乐言生日聚会 这事可太热闹了 你们知道吗 就这么个聚会 彭高在里面那叫一个显眼 感觉就像走错片场似的 和大家有点格格不入呢 说到这个 聚会现场啊 彭高那状态可奇怪了 他在社交平台上的时候 那叫一个热情似火啊 不停地问网友希望他分享啥 就好像在精心策划着自己 怎么当网红出道一样 结果呢 到了聚会上 他就像个闷葫芦 和周围人交流少得可怜 那感觉就像是被人应那来的 网友们可就炸开锅了 大家议论纷纷 有的说他这是咋回事啊 是不是在社交上有啥纠结啊 你说是不是挺逗的 还有啊 聚会上有个超甜的事儿 就是彭高和预言组成的CP 他们那甜蜜互动啊 简直能把人甜ho了 好多网友在网上喊 这对CP太好客了 就他们那默契配合 给聚会现场都染上了一层浪漫的粉色泡泡 可也有人不买账啊 说彭高就是来蹭热度的 故意在这吸引眼球 提高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率 嘿 你说这人咋这么扫兴呢 对了 这事儿还有个大八卦呢 翁清雅的粉丝可坐不住了 为啥呢 原来啊 翁清雅是彭高的前任 这彭高来参加聚会 清雅的粉丝就觉得他不应该出现在这 这些粉丝可猛了 在各个平台上对彭高那是一顿攻击啊 说他没为清雅说话 还在聚会上表现得那么活跃 这项话嘛 这粉丝的情绪一发酵 可不得了 感觉就像一场暴风雨啊 这事儿啊 可不仅仅是个娱乐八卦那么简单 你想啊 现在的公众人物可太难了 就像彭高参加个朋友生日聚会 本来是开开心心的事儿 结果呢 在社交媒体的放大镜下 全变位了 这种事儿可不是彭高一个人遇到 好多明星都有这种社交宽境呢 就像我们普通人 有时候和朋友出去玩 可能也会被人说三到四的 只不过没他们这么夸张罢了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本来是很单纯的事儿 结果被人误解得一塌糊涂 再说说这背后反应的问题吧 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 个人的私生活就像被放在了大太阳底下 啥都藏不住 就拿这次聚会本来就是个大家聚在一起开心的事儿 可现在呢 感觉每个举动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这就像我们平时发个朋友圈 可能只是想记录一下生活 结果有人就会过度解读 你说烦不烦人 而且啊 这还让我们想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公众人物在社交活动里到底该怎么平衡啊 他们又想和朋友好好玩 又得面对那些外界的声音 就像走在钢丝上一样 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就像彭高 他可能只是想和朋友聚取 和预言互动也是出于好玩 可别人不这么看啊 这真的是太难了 说到这 网友们的观点那也是五花八门的 有的人就特别支持彭高 觉得他参加聚会很正常啊 朋友之间聚聚怎么了 这有啥好指责的 可也有人反对 觉得他得对自己的社交选择负责 这就像我们在生活中 对同一件事 大家看法都不一样 你站在这边 他站在那边 丑得不可开交 你们有没有在网上和别人 争梦过这种类似的事儿呢 这种各事件啊 就像一面镜子 照出了我们现在社会的很多问题 比如粉丝文化 那些粉丝对偶像的私生活过度关注 有时候甚至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 还有社交文化 本来社交是为了让人放松 开心的 现在呢 感觉都变味了 这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想想啊 再回到彭高 他在这个聚会里的各种表现 其实也是很多公众人物的缩影 他们在光环之下 生活真的不容易 每一个动作 每句话都可能被放大 这种压力可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就像我们在公司或者学校 要是有人一直盯着你 你干啥他都要说两句 你会不会疯掉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 这次聚会里的各种情感碰撞 就像一场大戏 有甜蜜的CP 有愤怒的粉丝 有纠结的彭高 这比电视剧还精彩呢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 现在的娱乐圈啊 真的是个大舞台 每个人都在上面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可有时候 这角色好像不是他们自己能决定的 你们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也像在演戏一样呢 再看看现在的社交媒体 他就像一个大怪兽 把这些事都吞进去 然后再吐出来 变得更复杂了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 有时候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 就像彭高参加聚会这事 到底是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还是有别的原因呢 这就像一个谜一样 其实啊